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Dr.Fish频道 这样RAS养鱼呢 你们都见得多了 但是应该是很少见到RAS养虾吧 今天呢 我就带你们到来我的学生的RAS养虾场 让大家参观一下 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Andrew 就是我的其中一位学生 他现在就投入了这个RAS的养虾场 OK 现在带大家来 我们来介绍一下 OK 一开始我们的虾猫来到 第二天 基本上第二天他的肝胃胃啊 胃啊 全部 直接变化 然后很差 然后就很担心啊 因为第一次养了就很紧张 就问Dr.Fish要怎样去改善 然后也好才Dr.Fish给我那个配方 我们有治疗15天 今天是第15天了 然后真的是改善很多 从黄开始看它慢慢变黑 然后那个肝胀也慢慢变大 然后吃东西方面也是慢慢好转了 然后开始有看到它的 它的那个肠啊 一开始是黄了 现在也开始变黑了 然后会开始在治疗多5天 然后希望那个状态会变得很好 然后因为我们也是有拿数据的嘛 虾的胃 展示的非常不明显 而且有很明显的一种 可以说的一种症状 接下来这张图片可以看得到 虾的肝胰线是属于偏白而有肿胀的一种现象 而且呢 我们发现虾所排放出来的大便都是属于白色的 以正常的虾来说呢 应该是排放出黑色的大便 从这些情况来看呢 这些虾呢 是属于感染上细菌性类型的疾病 所以我让Andrew运用我在课堂上教他的配方进行15天的治疗 再配合上随体的全面消毒和补充大量的医生菌进行随体整顿 所以说今天我到访他的养殖场呢 进行视察和指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第三的它转了 变黄黄的 啊 对 就开始治疗哦 啊 现在情况好很多的 虚也很长了 嗯 现在就基本上情况好很多 那死亡率现在怎么样 一天有时有大概一两只哦 一两只罢了 二只罢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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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看到那个头侧手在吗 有啊 我们有牢啊 啊 OK 那好 我们有时就停仰去看 看情况还有 头侧让我们就牢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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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是以最长的那个侠来做标准的 所以第一个词是有5.3,5.2,4.3,4.3 它的那个尺寸 OK 以最大纸的 以最大纸的来做标准 因为我是 suspect 我 我们之前侠脸是有问题 或者它中病 因为这个数据以后我是用来copy 放弃我下一批的来做标准 OK 最好的建议就是 你捞了一堆是不是 全部拿一个平均纸 因为在不管鱼还是虾 在个体上面偶尔有一些会比较大 是很正常的 这些鱼虾都是这样子的 可以不要撞 然后它们可以抢到东西吃 等等 有一些比较小只的 是因为抢不到东西吃 这个是它们的自然的一个天性 所以 重量的话 蓝色是代表我们现在的重量 这个orange色是VS土糖 这个数据我是看书的老师 里面也是有一个PPT 我是按那个来的 OK 所以这个重量的话 那一开始我们是输给土糖的要慢一点 这个是第一批 OK 然后去到第三个星期的时候 为什么前面三个星期 应该说两个星期的这个数据这样差 因为你的鞋一来到的时候呢 就有病了 对对对 你的你的胃啊 肠道啊 米线啊都有问题 对对对对 这样子怎么大 不可能大 所以你在 你开始加药上去慢慢 treatment 来说 它改善了 明显了 我们在这个第二个星期 按老师的treatment treatment过后很大的改善 很大的改善 现在已经超出 已经飙上去了 已经飙上去了 这个就是第二批鞋 第二批鞋 第二批鞋基本上是比第一批鞋好 就是刚才Android有讲的 所以一开始基本上他们是比较接近的 也是后面也是我们做了treatment 按老师的那个来来来 不敢之类的 然后他就 他就也是飙上去了 就飙上去了 这个只是看我们的每个词现在的 下的重量 ok size size size字里 蓝色也是代表我们 一开始也是 差的 后面的话就追追追追追上来了 现在 跟土塘的那个数据基本上是 还 还剩一点点 这个是-2 的 所以 我们有了比较 所以为什么我们进第一批鞋 好的 然后这个size weight ratio size weight ratio 这个基本上是看它如果是越低越好咯 就是它够重嘛 嗯 所以这个 bash weight的话很明显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 是差很远的 差很远了 然后经过治疗过后它就 size ratio已经去到1.9 嗯 这个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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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有提升 F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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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确实是有点 我们的很低啊 我们的FCR 我们的FCR很低 平均都是在1.5 以下 1.0到1.5 但是 呃 我们的确实在0点多 我确实了我的formula之类的 都好像没有 可能是我理解错误还是怎么 而且现在味料也会很少啊 味料确实是会很少 等下我会给老师看我们的味料 用RS的方法配合 BIOFOX的方法去配 但是呢 FOX它是有产生的 并不是没有产生的 所以说呢 它有可能掉在池料 堆积物一些 或在墙壁的一点点的东西 这个虾也会去吃的 我们有看到我们的墙壁有 甜的 对啊 这个就是FOX的 所以说呢 它也会吃 大概也是鲜料的 但是 现在我们做RS 就不能保持这个状态 就是像做BIOFOX的 要一大堆 我们是要那个黄金吧 那个GIN 所以说呢 它一定会产生 这样子产生过程中 是要吃啦 吃的话 吃的话也是 也是正常的一个状态 嗯 嗯 但是呢 不是说因为好 你现在用这个技术 你跑去弄到一大堆FOX 到时候你的 FILTER整个全部 都塞到 就不行啦 明白吧 你要明白什么是主 什么是赤 好 OK 我们是配合 这个BIOFOX技术 融合在这个RS里面用的 这个会 呃 主要是看我的盖美甲 盖是 盖一开始是280的 280 然后我们就 现在去到420 很明显 嗯 OK 它的那个壳啊 它的那个壳啊 重量啊 那个壳很大分别 很大分别 很大分别 我们一拿起来 那一个塑料盘 我们能感觉到 它跳动 是 之前是它有跳 但是 如果让它震动 现在就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这个灰色的线 好 灰色的线是我 虾的重量 跟我们每一天 配合的那一个 的重量 嗯 的一个比率 OK 所以我们很明显 一开始 我们是喂的很多 嗯 然后我 错了 我们就慢慢的调 调到去 12 再慢慢调到去3 慢慢去2 但是来到今天 确实到一个0.5% OK好 感觉是 反正就 下个人家快大只 就 我有点 就是不明显 不明显 不明显 你不吃的话 是不可能大只的 所以就是 有测Vlog 对 就是在这里 啊 明白啊 就是可能我们的测Vlog 是有 有我们看不到 看不到 你是有看到 可是 不明显 因为呢 大多数你的水被 过滤掉了 我们就是有看到 墙旁边有 一片一片的红色 嗯 那是完全红色的 有点 Jocker 对 Jocker 哦 那个就是Flog的 不怪他这样小的在旁边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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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